近日,美国海军第六舰队,在地中海巡航时,出动一架P-8A返潜侦察机,对叙利亚的俄军目标进行侦察。美军飞机很快就进入到俄军S-400防空导弹的雷达监控范围。 塔斯社五日人引俄军讯息称,12时30分,俄罗斯驻叙利亚赫美米姆军事基地,维达系统监测到一架不明飞机,接近俄驻叙利亚的塔尔图斯空军基地。 随后苏35战机紧急起飞,对美军飞机进行识别。随后,在驱逐美军飞机以后,俄军苏35战机返回基地降落,但是在15点40分,美军飞机再次返回接近俄军基地。 苏35战机再次紧急起飞,跟踪和驱逐美军飞机。在175分钟的时间里,俄军苏35战机三次驱逐美军飞机,包括俄军苏35战机在美军飞机前方高速横向飞过。 美军称,这种危险动作导致美方的飞行员和机上人员处于危险之中。 终时间,长得已。 苏35战机在美军飞机身边持续飞行拦截28分钟,在非常近的距离,进行了三次撞击型动作。 高速接近美军飞机,然后突然急转弯,引发的猛烈气流。 显现让美军飞机失去控制。 俄军表示,美军飞机关闭了无线电应答系统。 无视俄军S400防空导弹发出的多次警告。 直接硬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第海军基地。 为此,俄军才紧急起飞苏35战机,进行拦截和驱逐。 美军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主要基地,包括意大利纳布勒斯、加埃塔、地里亚斯特、西格内拉、西班牙罗塔、希腊克里特岛的苏达湾等。 包括一个航母特混编队,一个两栖舰艇编队,一个特潜陆战队,一个后勤部队和一个特种部队。 在绝对实力上,美军第六舰队进攻能力很强。 有航母、巡洋舰、驱逐舰和攻击型和潜艇,以及先进舰载机。 在防御上,具备宙斯盾系统、密集阵系统。 还可以进行空中拦截,三道立体防御圈,防御半径达到600公里。 但是,这次事件在海上的美军航母,没有做出更多动作。 美军P-8反潜侦察机,也返回自己的陆上基地。